第六十三回 兽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毒宴里清丧 话说宝玉回至房中洗手 应与习人商议 晚间吃酒 大家取乐 不可拘泥 如今吃什么 好早说给他们备办去习人笑道 你放心 我和秦文 摄月 邱文四个人 每人五钱银子 共是二两 方官 碧痕 小燕 四儿四个人 每人三钱银子 他们有假的不算 共是三两二钱银子 早已交给了刘嫂子 预备四十叠果子 我和平儿说了 已经抬了一堂好绍兴酒 藏在那边了 我们八个人 单替你过生日宝玉厅了 喜得忙说 他们是那里的钱 不该叫他们出才是秦文道 他们没钱 难道我们是有钱的 这原是个人的心 哪怕他偷的呢 只管领他们的情 就是宝玉听了 笑说 你说的是习人笑道 你一天不挨他两句 硬话村里 你再过不去秦文笑道 你如今也学坏了 专会驾桥拨火而说着 大家都笑了 宝玉说 关院门去罢 习人笑道 怪不得人说你是无事忙 这回子关了门 人到疑惑 月姓再等一等宝玉点头 因说 我出去走走 四儿摇水去 小燕一个跟我来罢说着 走至外边 因见无人 便问五儿之事 小燕道 我才告诉了刘嫂子 她倒喜欢得很 只是五儿那夜受了委屈烦恼 回家去又气病了 那里来的 只等好了吧 宝玉听了 不免后悔长叹 殷又问 这是习人知道不知道 小燕道 我没告诉 不知方官可说了不曾 宝玉道 我却没告诉过她 也罢 等我告诉她就是了说必 傅走进来 故意洗手 已是掌灯时分 听得院门前 有一群人进来 大家隔窗巧事 果见林芝孝家的 和几个管事的女人走来 前头一人提着大灯猛 情文敲笑道 他们查上夜的人来了 这一出去 咱们好关门了 只见宝玉愿烦上夜的人 都迎了出去 林芝孝家的 看了不少林芝孝家的吩咐 别耍钱吃酒 放到头睡到大天亮 我听见是不一的 众人都笑说 那里有那样大胆子的人 林芝孝家的又问 宝二爷睡下了没有 众人都回不知道 习人忙推宝玉 宝玉撒了鞋 便迎出来 笑道 我还没睡呢 妈妈进来歇歇又叫 习人倒茶来 林芝孝家的忙进来 笑说 还没睡 如今天长夜短了 该早些睡 明儿起得方早 不然到了明日起时了 人笑话说 不是个读书上学的公子了 倒向那起挑脚汗了 说必 又笑 宝玉盲笑道 妈妈说的是 我每日都睡得早 妈妈每日进来 可都是我不知道的 已经睡了 接而因吃了面 怕停住时 所以多玩一会子 林芝孝家的 又向习人等笑说 该习些个普尔茶师 习人秦文二人 盲笑说 习了一调敏子女儿茶 已经吃过两碗了 大娘也尝一碗 都是现成的 说着 秦文便到了一碗来 林芝孝家的又笑道 这些时我听见二爷嘴里 都换了字眼 赶着这几位大姑娘们 尽叫起名字来 虽然在这屋里 到底是老太太 太太的人 还该嘴里尊重些才是 若一时半刻 偶然叫一声使得 若只管叫起来 怕以后兄弟折儿照样 便惹人笑话 说这家子的人 眼里没有长辈宝玉笑道 妈妈说的是 我原不过是 一时半刻的 习人秦文都笑说 这可别委屈了她 直到如今 她可姐姐没离了口 不过玩的时候 叫一声半声名字 若当着人 却是和仙一样 林芝孝家的笑道 这才好呢 这才是读书之理的 越自己签越尊重 别说是三五代的成人 现从老太太 太太屋里拨过来的 便是老太太 太太屋里的 Morgore 轻易也伤她不得 这才是受过调教的 公子行事说弊 吃了茶 便说 请安歇吧 我们走了 宝玉还说 再歇歇 那林芝孝家的 已带了众人 又查别处去了 这里 秦文等盲命关了门 进来笑说 这位奶奶那里吃了一杯来了 劳三刀四的 又排上了我们一顿去了 摄月笑道 她也不是好意的 少不得也要长提这些儿 也提防着怕走了 大者的意思说着 一面摆上酒果 其人道 不用围桌 咱们把那张花梨圆炕桌子 放在炕上做 又宽绰 又便宜说着 大家果然抬来 摄月和四儿那边去搬果子 用两个大茶盘 做四五四方搬运了来 两个老婆子 蹲在外面火盆上筛酒 宝玉说 天热 咱们都脱了大衣裳 才好众人笑道 你要脱你脱 我们还要轮流安心呢 宝玉笑道 这一安就安到五更天了 知道我最怕这些俗套子 在外人跟前不得已的 这回子还哦我就不好了 众人听了 都说 依你 于是先不上座 且忙着卸妆宽衣 一时将正装卸去 头上纸随便挽着转儿 身上皆是长裙短袄 宝玉只穿着大红棉纱小袄子 下面绿灵弹墨夹裤 散着裤脚 以着一个各色玫瑰 勺药花瓣装的 玉色袈裟新枕头 和方官两个鲜华拳 当时方官满口嚷热 只穿着一件 玉色红金驼丝式 三色段子斗的水田小家袄 竖着一条柳绿旱金 底下水红洒花家裤 也散着裤腿 头上梅鹅编着一圈小便 总归置顶心 结一根鹅卵粗细的总便 拖在脑后 幼儿眼内只塞着 米粒大小的一个小玉塞子 左耳上单带着一个 白果大小的硬红香金大坠子 月显得面如满月油白 眼如秋水还清 引得众人笑说 他两个倒像是双生的弟兄 两个习人等 一一地针了酒来 说且等等在划拳 虽不安息 每人在手里吃我们一口罢了 于是习人为先 端在唇上吃了一口 鱼依次下去 一一吃过 大家方团圆坐定 小燕四儿因抗炎坐不下 便端了两张椅子 静抗放下 那四十个碟子 皆是一色白粉定摇的 不过只有小茶碟大 里面不过是山南海北 中原外国 或干或鲜 或水或露 天下所有的九状果菜 宝玉音说 咱们也该行个令才好 习人道 刺文些的才好 别大呼小叫 惹人听见 二则我们不识字 可不要那些文的摄月孝道 拿头子咱们抢红霸 宝玉道 没趣不好 咱们占花名而好 秦文笑道 正是早已想弄这个玩意儿 习人道 这个玩意虽好 人少了没趣 小燕笑道 依我说 咱们竟悄悄地 把宝姑娘 林姑娘 请了来玩意回子 到二更天 在水不迟 习人道 又开门呵护地闹 躺货遇见寻夜地问呢 宝玉道 怕什么 咱们三姑娘也吃酒 再请她一生才好 还有秦姑娘 众人都道 秦姑娘罢了 她在大奶奶屋里 刀登地大发了宝玉道 怕什么 你们就快请去 小燕四儿都得不了一声 二人忙命开了门 分头去请 秦文 摄月 习人三人又说 她两个去请 只怕宝玲两个不肯来 须得我们请去 死活拉她来 于是习人秦文 忙又命老婆子 打个灯笼 二人又去 果然宝钗说夜深了 黛玉说身上不好 她二人再三要求说 好歹给我们一点体面 略做做再来探春听了 却也欢喜 音响 不请李丸 躺货被她知道了 倒不好 便命翠莫 同了小燕也再三地 请了李王和宝晴二人 惠奇 先后都到了怡红院中 习人又死活拉了香灵来 炕上又并了一张桌子 方坐开了 宝玉芒说 林妹妹怕冷 过这边靠板壁坐 又拿个靠背垫着歇 习人等都端了椅子 在炕檐下一陪 黛玉却离桌远远地 靠着靠背 因肖像宝钗 李丸 探春等到 你们日日说人 夜据引薄 进而我们自己也如此 往后怎么说人 李丸笑道 这有何妨 一年之中 不过生日节间如此 并无夜夜如此 这倒也不怕说着 秦文拿了一个竹雕的签筒来 里面装着像芽花明签子 摇了一摇 放在当中 又取过头子来 承在河内 摇了一摇 揭开一看 里面是五点 竖制宝钗 宝钗便笑道 我先抓 不知抓出个什么来说着 将筒摇了一摇 伸手撤出一根 大家一看 只见签上画着一只牡丹 提着燕冠群芳四字 下面又有捐的小字 一句唐诗 道士认识无情也动人 又住着 再席贡贺一杯 此为群芳之冠 随意命人 不拘狮诗子雅穴 道一则已又酒众人看了 都笑说 巧得很 你也原配牡丹花说着 大家贡贺了一杯 宝钗吃过 便笑说 方官唱一只 我们听罢 方官道 既这样 大家吃门杯好听的 于是大家吃酒 方官便唱 寿言开处风光好 众人都道 快打回去 这回子很不用你来上寿 解你解好的唱来 方官只得细细地唱了一只赏花石 翠凤毛铃扎肘叉 闲踏天门扫落花 您看那风起玉尘 沙 蒙渴的那一层云下 抵多少门外及天涯 您再修药剑 长黄龙一线而岔 再修向东老贫穷卖酒家 您鱼鞍眼相 云霞 动兵喝 您得了人可便早些而回话 若迟喝 错叫人 留恨必桃花 才罢 宝玉却只管拿着纳签 口内颠来倒去念 认识无情也动人 听了这曲子 眼看着方官不语 湘芸忙一手夺了 置于宝钗 宝钗又置了一个十六点 数刀探春 探春笑道 我还不知的个什么呢 伸手撤了一根出来 自己一瞧 便置在地下 红了脸 笑道 这东西不好 不该行这令 这原是外头男人们行的令 许多混话在上头众人不解 习人等忙时乐起来 众人看上面是一只杏花 那红字写着摇池仙品四字 诗云 日边红杏以云栽 祝云 得此千者 必得贵婿 大家恭贺一杯 共同饮一杯 众人笑道 我说是什么呢 这千元是规格中取戏的 除了这两三根有着画的 并无杂话 这有何妨 我们家已有了个王妃 难道你也是王妃不成 大喜 大喜说着 大家来静 探春那里啃饮 却被使湘云 湘灵 李婉等三四个人 强死强活 惯了下去 探春只命捐了这个 再行别的 众人断不肯依 湘云拿着他的手 强制了个十九点出来 便该李氏撤 李氏摇了一摇 撤出一根来一看 笑道 好极 你们瞧瞧 这老十字 竟有些意思 众人瞧那牵上 画着一枝老梅 是写着双小寒姿四字 那一面就诗诗 竹梨茅舍自甘心 祝云 自饮一杯 下家至头 李婉笑道 真有趣 你们至去罢 我只自吃一杯 不问你们的废语心说着 便吃酒 将头过语待遇 待遇一致 是个十八点 便该湘云撤 湘云笑着 宣权鲁秀的伸手 撤了一根出来 大家看时 一面画着一枝海棠 提着香梦 成憨四字 那面湿道士 只恐夜深花睡去 黛玉笑道 夜深两个字 改十两两个字 众人便知 他去白日间 湘云醉卧的事 都笑了 湘云笑指那自行船 与黛玉看 又说快坐上 那船家去罢 别多话了 众人都笑了 银看住云 继云香梦成憨 彻此千者不便饮酒 只令上下二家 各饮一杯 香云拍手笑道 阿弥陀佛 真真好千 恰好黛玉是上家 宝玉是下家 二人珍了两杯 值得要饮 宝玉先饮了半杯 丑人不见 地宇方观 端起来便一扬薄 黛玉只管和人说话 将酒全折在树鱼内了 香云便抄起头子来 一置个九点 竖去该摄月 摄月便撤了一根出来 大家看时 正面上一枝图花 提着韶华圣集四字 那边写着一句旧诗 道是开到图迷花式了 祝云 在席各饮三杯送春 摄月问怎么讲 宝玉愁眉芒将千藏了说 咱们且喝酒说着 大家吃了三口 以充三杯之数 摄月一致个十九点 该香灵 香灵便撤了一根病地花 提着连春绕锐 那面写着一句诗 道是连里之头花正开 祝云 共贺彻者三杯 大家陪饮一杯 香灵便又治了个六点 该戴玉彻 戴玉默默地想到 不知还有什么好的 被我彻者方好 一面伸手取了一根 只见上面画着一枝芙蓉 提着风目青筹四字 那面一句旧诗 道是 莫远东风当字皆 祝云 自饮一杯 牡丹陪饮一杯 众人笑说 这个好极 除了他 别人不配做芙蓉 待遇也自笑了 于是饮了酒 便治了个二十点 该着席人 席人便伸手取了一枝出来 却是一枝桃花 提着武陵别景四字 那一面旧诗写着道是 桃红又是一年春 祝云 杏花陪一展 左中同庚者陪一展 同尘者陪一展 同性者陪一展 众人笑道 这一回热闹有趣 大家算来 相邻 晴文 宝钗三人皆与他同耕 待遇与他同尘 只无同性者 方光芒道 我也姓花 我也陪他一中 于是大家争了酒 待遇音像探春笑道 命中该着昭桂婿的 你是姓花 快喝了 我们好喝 探春笑道 这是个什么 大嫂子顺手给他一下子 理完笑道 人家不得跪去反挨打 我也不忍地说得众人都笑了 席人才要治 只听有人叫门 老婆子忙出去问时 原来是薛姨妈打发人来了接待遇的 众人应问几更了 人回 二更以后了 终打过十一下了 宝玉由不信 要过表来瞧了一瞧 已是子初出客十分了 黛玉便起身说 我可撑不住了 回去还要吃药呢 众人说 也都该散了 席人宝玉等 还要留着众人 李婉宝钗等都说 夜太深了不像 这已是破格了席人道 既如此 每位再吃一杯再走说着 秦文等已都蒸满了酒 每人吃了 都命点灯 席人等 直送过庆方亭和那边方回来 关了门 大家附幼 请起令来 席人等 又用大钟 蒸了几钟 用盘攒了各样果菜 与地下的老摩摩们吃 彼此有了三分九 便猜拳迎唱小曲 那天已四更十分 老摩摩们一面鸣吃 一面暗偷 酒谈已庆 众人听了呐喊 方收拾灌树睡觉 方官吃的两腮胭脂一斑 眉梢眼角 跃天了许多风韵 身子涂不得 便睡在席人身上 好姐姐 心跳得很席人笑道 谁许你尽力灌起来 小燕四儿也涂不得 早睡了 秦文还只管叫 宝玉道 不用叫了 咱们且胡乱些一些 把自己便整了那红香枕 身子一歪 便也睡着了 习人见方官醉得很 恐闹他拓久 只得轻轻起来 就将方官扶在宝玉之侧 由他睡了 自己却在对面榻上倒下 大家黑田一觉 不知所知 极致天明 习人睁眼一看 只见天色精明 盲说 可迟了 向对面床上瞧了一瞧 只见方官头枕着抗炎上 睡油未醒 连忙起来叫他 宝玉一翻身醒了 笑道 可迟了 音又推方官起身 那方官坐起来 油发睁揉眼睛 习人笑道 不害羞 你吃醉了 怎么也不捡地方而乱挺下了 方官听了 瞧了一瞧 方知道和宝玉同踏 盲笑的下地来 说 我怎么吃的不知道了 宝玉笑道 我竟也不知道了 若知道 给你脸上抹些黑墨 说着 丫头进来伺候书洗 宝玉笑道 左儿有扰 今儿晚上我还习习人笑道 爸爸爸 今儿可别闹了 再闹就有人说话了 宝玉道 怕什么 不过才两次罢了 咱们也算是会吃酒了 那一坛子酒 怎么就吃光了 正是有趣 偏又没了 习人笑道 原要这样才有趣 避置幸尽了 仿无后卫了 左都好上来了 秦文连骚也忘了 我记得他还唱了一个 四儿笑道 姐姐忘了 连姐姐还唱了一个呢 在习的谁没唱过 众人听了 聚红了脸 用两手握着笑个不住 忽见平儿笑嘻嘻地走来 说亲自来请昨日在习的人 今儿我还东 短一个也使不得众人忙让做吃茶 秦文笑道 可惜昨夜没他平儿忙问 你们夜里做什么来 习人便说 告诉不得你 昨夜夜里热闹非常 连往日老太太 太太带着众人玩 也不及昨这一玩 一谈酒我们都鼓刀光了 一个个吃的把骚都丢了 三不知的又都唱起来 似更多天才横三竖四地 打了一个盹平儿笑道 好 白和我要了酒来 也不请我 还说着给我听 气我秦文道 今儿他还习 必来请你的 等着爸平儿笑问道 他是谁 谁是他 秦文听了赶着笑大 说着 偏你这耳朵尖 听得真平儿笑道 这回子有事不和你说 我干事去了 一回再打发人来请 一个不到 我是打上门来的宝玉等忙流 他已经去了 这里宝玉书写了 正吃茶 忽然一眼看见 燕台底下压着一张纸 因说道 你们这随便混压东西 也不好 吸人秦文等忙问 又怎么了 谁又有了不是了 宝玉指道 燕台下是什么 一定又是那位的样子 忘记了收的秦文忙起燕 拿了出来 却是一张自贴儿 地狱宝玉看实 原来是一张粉尖子 上面写着 坎外人庙宇公宿遥寇方尘 宝玉看壁 直跳了起来 盲问 这是谁接了来的 也不告诉习人秦文等 见了这般 不知当时 那个要紧的人来的帖子 忙一起问 左儿谁接下了一个帖子 四儿盲飞跑进来 笑说 左儿妙玉并没亲来 只打发个妈妈送来 我就搁在那里 谁知一顿酒 就忘了众人听了 道 我当谁的 这样大惊小怪 这也不值得宝玉盲命 快拿纸来 当时拿了纸 言了墨 看他吓着 坎外人三字 自己竟不知回帖上 回个什么字样 才相敌 只管提笔出神 半天仍没主意 殷又想 若问宝钗去 他必又批评怪诞 不如问黛玉去 想罢 秀了帖儿 竟来寻黛玉 刚过了庆芳亭 呼见秀燕 颤颤巍巍的迎面走来 宝玉盲问 姐姐那里去 秀燕笑道 我找妙玉说话 宝玉听了诧异 说道 她为人孤僻 不合时宜 万人不若她目 原来她推重姐姐 静芝姐姐不是我们一流的俗人 秀燕笑道 她也未必真心中我 但我和她做过十年的邻居 只一墙之隔 她在盘乡寺修炼 我家袁寒素 另的是她庙里的房子 住了十年 无事到她庙里去作伴 我所认的字都是成她所受 我和她又是贫贱之交 又有半师之分 因我们投亲去了 闻得她因不合时宜 全是不容 竟投到这里来 如今又天缘凑合 我们得欲 就行尽未已 成她轻目 更胜当日宝玉听了 恍如听了焦雷一般 喜得笑道 怪道姐姐举止言谈 超然如也和咸云 原来有本而来 正因她的一件事 我为难 要请叫别人去 如今遇见姐姐 真是天缘巧合 求姐姐只叫说着 便将拜帖取与秀燕看 秀燕笑道 她这脾气竟不能改 竟是生成这等放淡鬼屁了 从来没见拜帖上下别号的 这可是俗语说的 僧不僧 俗不俗 女不女 难不难 成个什么道理 宝玉听说 盲笑道 姐姐不知道 她原不在这些人中算 她原是世人意外之人 殷取我是个些微有知识的 放给我这帖子 我因不知回什么字样才好 竟没了主意 正要去问林妹妹 可巧遇见了姐姐 秀燕听了宝玉这话 且只顾用眼上下 细细打凉了半日 方笑道 怪到俗语说的 文明不如见面 又怪不得妙玉 敬下这帖子给你 又怪不得 上年敬给你那些梅花 既连她这样 少不得我告诉你缘故 她常说 古人自汉境五代唐宋以来 皆无好诗 只有两句好 说道 纵有千年铁门坎 终须一个土馒头 所以她自称坎外之人 又常赞文是庄子的好 故又或称为鸡人 她若帖子上是自称鸡人的 你就还她个世人 鸡人者 她自称是鸡灵之人 你见自己乃是中扰扰之人 她便喜了 如今她自称坎外之人 是自卫到于铁坎之外了 故你如今只下坎内人 便合了她的心了 宝玉听了 如醍醐灌顶 哀悠了一声 方笑道 怪到我们家庙说是铁坎寺呢 原来有这一说 姐姐就请 让我去写回帖绣烟厅了 便自往龙翠庵来 宝玉回房写了帖子 上面只写 坎内人宝玉勋目 紧拜几字 亲自拿了到龙翠庵 指隔门缝儿投进去 便回来了 因又见方官梳了头 玩起转来 带了些花翠 忙命她改装 又命将周围的短发剃了去 露出碧青头皮来 当中分大顶 又说 冬天做大雕鼠 握兔儿带 脚上穿虎头盘云 五彩小战靴 或散着裤腿 只用静挖后底 相邪又说 方官知名不好 竟改了南明才别致 应又改做雄奴 方官十分称心 又说 既如此 你出门也带我出去 有人问 只说我和明烟一样的小丝 就是了宝玉孝道 到底人看得出来 方官孝道 我说你是无才的 咱家现有几家土藩 你就说我是个小土藩儿 况且人人说我打连锤好看 你想这话可妙 宝玉听了 喜出意外 盲孝道 这却很好 我亦常见官员人等 多有跟从外国献福之种图 其不畏 风霜安玛便捷 记者等再起个番名 叫做耶律雄 奴 雄奴二因 又与匈奴相通 都是犬容名姓 况且这两种人 自姚舜时便为中华之患 进唐诸朝 深受其害 信得咱们有福 生在当今之事 大顺之正义 圣鱼之功的人孝 赫赫隔天 同天地日月一照不朽 所以樊历朝中 跳梁猖獗之小丑 到了如今 竟不用一干一割 借天使其拱手斧头 远远来降 我们正该酌见他们 为君父声色方官孝道 既这样者 你该去操袭弓马 学些武艺 挺身出去拿几个反叛来 岂不尽忠效力了 何必借我们 你骨唇摇舌的 自己开心做戏 却说是称公颂得呢 宝玉笑道 所以你不明白 如今四海冰浮 八方宁静 千载百载不用五倍 咱们虽一戏一笑 也该称颂 方不负作响生平了 方官听了有理 二人自为妥贴甚疑 宝玉便叫他耶律雄奴 究竟贾府二宅 皆有先人 当年所获之求 次为奴隶 只不过令其饲养马匹 皆不堪大用 湘芸素席憨戏异常 他也醉习五半的 每每自己束轮带 穿折袖 近见宝玉将方官扮成男子 他便将魁官也扮了个小子 那魁官本是长瓜踢短发 好便于面上粉末油彩 手脚又灵便 打扮了又省一层手 李丸探春见了野爱 便将宝琴的豆冠 也就命他打扮了一个小童 头上两个鸭记 短袄红鞋 只差了土脸 便演示戏上的一个琴童 湘芸将魁官改了 换作大鹰 因他姓为 便叫他作为大鹰 方合自己的意思 暗有为大英雄蒙本色之语 何必涂朱抹粉 才是男子 豆冠身量年纪皆极小 又极鬼灵 故约豆冠 园中人也换他作阿豆的 也有换作炒豆子的 宝琴反说 秦童书童等名太熟了 竟是豆子别致 便换作豆童 因饭后平而还习 说红香浦太热 便在鱼音堂中 摆了几席新酒佳肴 可喜游氏又带了佩凤 携渊二妾过来游玩 这二妾亦是青年娇憨女子 不常过来的 今进入了这园 再遇见香云 香陵 方蕊一干女子 所谓方以类聚 物以群分 二语不错 只见她们说笑不了 也不管游是在那里 只凭丫鬟们去服侍 且同众人的游玩 意识到了怡红院 呼听宝玉叫耶律雄奴 把佩凤 携渊 相邻三个人笑在一处 问是什么话 大家也学着叫这名字 又叫错了音韵 或忘了字眼 甚至于叫出野驴子来 引得和园中人 凡听见无不孝道 宝玉又见人人取消 孔座见了她 盲又说 海西弗朗斯牙 闻有金星玻璃宝石 她本国翻语 以金星玻璃名为温都里纳 如今将你比作她 就改名换叫温都里纳可好 方官听了更喜 说就是这样吧 因此又换了这名 众人嫌傲口 仍方汉名 就换玻璃 邪淹少数 且说当下众人都在 于阴堂中以酒为名 大家玩笑 命女仙儿击鼓 平儿采了一支韶药 大家约二十来人传花为令 热闹了一回 阴仁回说 真家有两个女人送东西 来了探春和李丸游士三人 出去议事厅相见 这里众人且出来散一散 佩凤邪游两个去打秋千玩耍 宝玉便说 你两个上去 让我送荒的佩凤说 罢了 别替我们闹乱子 倒是叫野驴子来送送 使得宝玉盲笑说 好姐姐们别玩了 没得叫人跟着你们 学着骂他 邪游又说 笑软了 怎么打呢 掉下来栽出你的皇子来 佩凤便赶着他打 正玩笑不绝 忽见东府中几个人 慌慌张张跑来说 老叶冰天了 众人听了 唬了一大跳 忙都说 好好的并无疾病 怎么就没了 家下人说 老叶天天修炼 定是功行圆满 生先去了 游士一闻此言 又见贾真父子 并贾连等皆不在家 一时竟没个召集的男子来 未免忙了 只得忙卸了装饰 命人先到玄真关 将所有的道士都锁了起来 等大爷来家审问 一面忙忙坐车 带了赖生一干家人 媳妇出城 又请太医看事 到底戏何病 大夫们见人已死 何处诊脉来 素之甲净倒气之术 总数虚弹 更致餐心理斗 手更身 浮灵沙 妄作虚为 过于劳神费力 反因此伤了性命的 如今虽死 肚中坚硬似铁 面皮嘴唇烧得紫酱咒烈 便向媳妇回说 戏玄教中吞金浮沙 烧杖而末 重道是荒的回说 原是老爷密法 心智的丹沙吃坏事 小道们也曾劝说 宫行卫道且服不得 不诚望老爷于今夜 手更身时 悄悄地扶了下去 便生鲜了 这恐是潜心得道 已出苦海 脱去皮囊 自了去也 由事也不听 指命锁着 等甲针来发放 且命人去飞马报信 一面看是这里窄霞 不能停放 横竖也不能进城的 盲装裹好了 用软轿抬至铁砍寺来停放 掐齿算来 至早也得半月的功夫 贾真方能来到 穆金天气炎热 时不得相待 遂自行主持 命天闻生 择乐日期入恋 寿木已戏早年 被夏季在此庙的 甚是便宜 三日后便开桑破孝 一面且坐起道场来 等贾真 荣府中凤姐儿出不来 李丸又照顾姊妹 宝玉不识尸体 指得将外头之士 赞托了几个家中二等管事人 甲匾 甲冠 甲行 甲英 甲昌 甲林 等各有直视 由是不能回家 便将他继母接来 在宁府看家 他这继母 只得将两个未出嫁的小女带来 一并起居才放心 且说贾真闻了此信 急忙告假 并甲荣 是有直之源 礼部见当今龙敦孝帝 不敢自专 具本情旨 原来天子即是人孝过天的 且更隆重功臣之意 一见此本 便照问甲敬何直 礼部带奏 戏尽是出身 祖旨已因其子贾真 甲敬因年迈多吉 长养敬于都城之外 玄真观 今阴及墨于寺中 其子真 其孙荣 献因国桑随嫁在此 故起嫁归练天子听了 忙下额外恩纸约 甲敬虽白衣无功于国 念彼祖父之功 追赐无品之职 令其子孙扶救 由北下之门进都 入彼私地并练 任子孙 尽丧礼必扶救回集外 灼光露寺按上力刺激 朝中由王公以下准其计调 钦此辞职一下 不但贾府中人谢恩 连朝中所有大臣 皆松呼称颂不绝 贾真父子心夜迟回 半路中又见贾匾 贾光二人令贾丁飞机而来 看见贾真 一起滚安下马请安 贾真盲问 做什么 贾匾回说 嫂子孔哥哥何止而来了 老太太路上无人 叫我们两个来护送老太太的贾真听了 赞称不绝 又问家中如何料理 贾匾等便将如何拿了道士 如何挪至家庙 怕家内无人接了亲家母和两个姨娘 在上房住着 贾荣当下也下了马 听见两个姨娘来了 便和贾真一笑 贾真盲说了几声 妥当 家边便走 店也不投 连夜换马飞驰 一日到了都门 先奔入铁坎寺 那天已是四更天气 做更的闻之 忙喝起众人来 贾真下了马 和贾荣放声大哭 从大门外便跪爬进来 至关前积嗓气血 直哭到天亮 喉咙都哑了方柱 游氏等都一起见过 贾真父子盲暗里换了胸符 在关前俯伏 无奈自要理事 竟不能目不示物 耳不闻声 少不得剪些悲期 好指挥众人 应将恩旨被数语众亲又听了 一面先打发贾荣家中料理停灵之事 贾荣得不得一声儿 先骑马飞来至家 忙命前厅收桌椅 下阁山 挂校曼子 门前起鼓手棚牌漏等事 又忙着进来看外祖母两个姨娘 原来有老安人年糕喜睡 常歪着 她二姨娘三姨娘都和丫头们做活计 她来了都到烦恼 贾荣且兮兮地望她二姨娘笑说 二姨娘 你又来了 我们父亲正想你呢 由二姐变红了脸 骂道 容小子 我过两日不骂你几句 你就过不得了 越发连个体统都没了 还挥你是大家公子干 每日念书学礼的 越发连那小家子嫖侃的 也跟不上 说着顺手拿起一个运斗来 搂头就打 吓得贾荣抱着头 滚到怀里告饶 由三姨便上来撕嘴 又说 等姐姐来家 咱们告诉她 贾荣盲笑着跪在炕上求饶 她两个又笑了 贾荣又和二姨抢杀人吃 由二姨嚼了一嘴渣子 吐了她一脸 贾荣用舌头都舔着吃了 众丫头看不过 都笑说 热笑在身上 老娘才睡了觉 她两个虽小 到底是姨娘家 你太眼里没有奶奶了 回来告诉爷 你吃不了 兜着走 贾荣撇下她姨娘 便抱着丫头们亲嘴 我的心肝 你说的是 咱们缠她两个丫头们 忙推她 恨得骂 短命滚 你一般有老婆丫头 只和我们闹 知道的说是玩 不知道的人 在遇见那脏心烂肺的爱多管闲事 嚼舌头的人 朝壤的那府里谁不知道 谁不被地里嚼舌 说咱们这边乱仗 贾荣笑道 各门令户 谁管谁的事 都够使的了 从古至今 连汉朝和唐朝 人还说脏堂臭汉 何况咱们这宗人家 谁家没风流事 别讨我说出来 连那边大老爷这么厉害 脸书还和那小姨娘不干净呢 凤姑娘那样刚强 瑞书还想她的账 那一件瞒了我 贾荣只管信口开河 胡言乱道之间 只见他老娘醒了 请安问好 又说 难为老祖宗劳心 又难为两位姨娘受委屈 我们爷们感待不尽 唯有等事完了 我们合家大小 登门去磕头 有老人点头道 我的儿 倒是你们会说话 亲戚们原是该的 又问 你父亲好 几时得了性感到的 贾荣笑道 才刚感到的 先打发我 瞧你老人家来了 好歹求你老人家 是完了再去说着 又和他二姨几眼 那由二姐便悄悄咬牙 含笑骂 很会嚼舌头的猴儿崽子 留下我们给你爹 做娘不成 贾荣又戏他老娘道 放心吧 我父亲每日为两位姨娘操心 要寻两个又有根基又富贵 又年轻又俏皮的两位姨爹 好评价这二位姨娘的 这几年总没捡的 可巧前任路上 才相准了一个有老 只当真话 忙问是谁家的 二姨妹丢了活计 一头笑 一头赶着打 说 妈别信这雷打的 连丫头们都说 天老爷有眼 子谢雷要紧 又执人来回话 事已完了 请干出去看了 回爷的话去 那贾荣芳笑嘻嘻地去了 不知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